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晚的生活調查團,我是琪琪 我們都知道生嬰兒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對於年輕的媽媽來說,第一項要挑戰的任務就是懷胎十月 第二個就是坐魚 現在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 家裡只要一有喜事,長輩都會嚴陣以待,悉心照顧 很多年輕人都頂不住長輩的各種特別關愛 就好像我們以下這個情影劇當中,豆豆所遇到的情況一樣 豆豆和她老公結婚一年多,今年七月 兩個人迎來了她們的第一個孕婢 為家添起,作為第一功臣的豆豆自然是配受老公的關愛和照顧 但這樣幸福生活就沒過過兩個禮拜 就因為家婆的到來就停止了 你終於來了 來,快進來,快進來 來,我來吧 我不要來,那你怎麼下船的 哎呀,媽,我沒事 人家外國人是討案,現在就能上班了 哎呀,我都躺了兩個星期了 那是外國,我們是中國,你哪有跟他們那樣比呢 我知道了,走吧 你看你們這年輕人你不懂了 你看你一定要休息一個月,長後兩週 這簡直是十大酷刑啊 看你豆豆是因為奶奶幫她坐魚的事,產生了困擾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坐魚是一件必須神重對待的事 特別是對於老一輩的人來說,這裏面的講究非常多 那在生活當中,又有多少人認為坐魚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呢 覺得坐月子有沒有必要 肯定要啦 有 肯定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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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月就要補身體了 看來我們街坊對坐月的看法都很一致 認為坐月都是一件必須做的事 那到底什麼是坐月呢 懷孕對一個女性來說 在整個懷孕期九個月的時間一邊 全身各個系統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需要一個相對比較長的時間 令全身各個系統恢復到任神前的狀態 這個時間就是產育期 亦都是傳統所說的坐月 時間寬為42日左右 剛剛豆豆和他家伙爭執的時候提到的 外國人定不重視坐月 人家外國人生長完七天就上班了 我就躺了兩個星期了 外國人是不是真的不用坐月了 2013年7月23日 英國凱特王妃在產後第二天抱著剛出生的小王子 就離開醫院 還要露天接受媒體採訪 這個令不少中國人都大為驚嘆 到底產婦產後是否必須要坐月了 我覺得坐月是非常必要的 月子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一個就是好好地休息 第二個就是心裡面 去調節好自己的心靈 第三個來說就是受到家人的關為 另外就是家人還有朋友們 對她的關心來說更好養育的寶寶 看來坐月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事實上40日左右的產後收復期 對於很多女性來說都是可望不可及的 世界上很多女性是沒有產假的 他們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回到工作崗位 例如美國的法律只保證三個月的不大生產假 而其他國家相比 瑞典每三個小孩 夫妻加起來可以享受68週的大生產假 中國都有14週的大生產假 產婦生產之後必須要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恢復身體 外國人生小孩都會有很多人照她度過這個特殊的時期 那麼這些坐於期間是否有什麼特別的禁忌呢 答案肯定是有的了 嘞嘞嘞嘞嘞嘞一大早就跟她的奶奶開始爭吵了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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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是叫空間移行 那你怎麼又看書出來啊 那書也看不得了 你還沒有就是流量 你只要吃好睡好就可以了 你要好好地休息就是整到你了 哎呀 坐月子太無聊了 好不容易 豆豆放棄了看電視劇 那就躺在沙發裡合陣 但是剛起床而已 兩婆式又爭執了 這是冷水不能喝的呀 喝了喝味不舒服的呀 要喝熱開水的呀 這水都不能喝啊 那我吃個水果好了 水果也更不能吃 水果是硬的 水果也涼的 水果都不能吃 那我怎麼補充維生素啊 那喝牛奶呀 喝莫子呢 都可以了 哎呀 我就要吃水果嘛 那水果吃不得呀 適應的嘛 但一個月就過去了 適應就可以了 冬水水果都不吃得 哇 豆豆坐這個月啊 真是不容易啊 一天下來 豆豆的奶奶 只給她做了一件事 就叫她好好休息 但是 喂 好好休息都很難頂下 媽 我要去公條 你又在鬧什麼了 我要去公條 公條推不得呀 你又不讓我洗澡 我回頭都癢死了 我身上都黏乎乎的 那你洗澡 睡著 熱水洗澡 你不洗口才可以的 媽 我不要受熱水了 看來坐雨禁忌果然非常多 那這幾天 豆豆因為奶奶的各種禁忌 苦不堪言 這個婆媳衝突都一天多過一天 每年中國都會有千千萬萬的 新進媽媽誕生 從網絡上看 和豆豆有同樣 遭遇的人都是不少 甚至有些人因為這些所謂的禁忌 為了避免受糧 產婦不可以洗頭 洗澡 也都不可以飲凍水冷飲 不可以吃生冷的食物 例如水果 這樣就形成了坐雨要忌風忌水忌動忌口的習俗 這些所謂的坐雨禁忌是否真的合理 調查員琪琪 準備先去問一下街坊 坐月子的時候是不可以做這個事情的 經過了我們的採訪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各位街坊的意見都很不一樣 那究竟這些禁忌合不合理呢 我們馬上去問一下專家 看來各位街坊對坐雨的看法都不一樣 亦都是各自各的見解 那究竟這些做法合不合理呢 調查員琪琪帶著調查結果 來到廣州伊利沙白醫院 請產婦護理專家為觀眾 進行專業解答 現在坐在我旁邊的這位 就是有關科學坐雨的專家楊護士長 楊護士長 你好 我現在這塊板上面 這些就是民間所說起坐雨當中 是不可以做這些事情的 而這些打勾打差的話 就是我們街坊的意見 那我們先來看看第一行 洗澡和擦牙 洗澡呢 但是要注意一個水溫 還有一個方法 水溫控制在37-38度左右 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那就是說擦牙的時候 尤其是在產後的 第一到三天左右的時候 最好就是用手指 掀著沙布來擦 這樣就能夠保護牙的黏膜 這樣就不受損 而我們看下一個運動 一般來說產後的 一到三天左右來說 都是以我床為主 從那個科學來說 就是說它24小時 人的產婦就應該要動 當然這個動來講 皮家我可以參與 可以去廁所 或者我可以稍微做一些很輕微的 例如我甘衣或者沐浴 這些方面都可以 相對好像一種運動 而這個吃水果和蔬菜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選擇一些太寒性的蔬菜 或者是水果 例如現在好像西瓜 或者山菜 這些是比較屬於糧性的食品 好 我們再來下一個 就是通風吹空調 那個空氣不流通 很容易造成裡面的細菌感染 還有一個就是低空氣不流通 這樣來說我們每天都是保持 最少要兩次以上的通風 通風來講 我們分為冬天還有夏天 夏天來說 我們的調度溫度 最高是25度到28度 如果是冬天 我們可以調節在22度到23度左右 等一節通過調查 我們已經破除了部分鎖魚禁忌 包括通風、吹空潮、運動等等 照下來 狐狸專家繼續教大家 如何科學鎖魚 這個飲水肯定要飲 街坊的街坊都覺得一定要飲 產婦來講 它的排汗很多 因為它排出的浴汗 這樣來說 它是需要水份生產代謝 如果不飲水來講 很容易造成片 發燒 因為它會生產很多 看書、看電視、聽音樂 聽音樂當然是好的 因為它可以減壓 也是使人生產很舒暢 看書來講 還會這樣 即是產完之後 它的眼睛 甚至結膜也會有充滿 它沒有完全的恢復 如果你看時間上 那些光 刺激它的噴霧 做什麼噴霧 甚至那些劍霧 都是這樣的 經過專家的解讀 所謂的坐月禁忌 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要掌握科學的方法 專家提醒 產婦產後 需要坐月 時間大概42日左右 因個人身體情況做調整 坐月要在空氣流通的地方 夏天室溫可以保持在25至28度 用空調都要注意空氣流通 不要對著風吹 坐月期間可以用沙布 綁住手指當牙刷用 或者用柔軟的兒童牙刷 一定要用溫水 一般來說 順產的產婦 可以在產後2至3天進行抹身 而法覆產的產婦 在7天之內都可以抹身 7天之後就可以正常洗澡 產婦可以洗頭 但洗完之後 要順利用乾熱的毛巾去抹它 可以長期時間看書看電視 造成眼睛疲勞 特別一些容易引起 情緒憂傷的舒直電視 會造成產婦抑鬱 從可進食正常餐開始 每天就半個水果 數日之後逐漸增加到1至2個水果 疏剩開始是每餐一兩左右 逐漸增加到每餐四兩左右 產婦後第2、3週可以進行適量的運動 產婦應該根據個人體質 多些散一下曝曬太陽 但不可以做劇烈運動 根據專家的講解 鎖魚的很多禁忌已經不公自破了 各位媽媽一定要根據自己身體的條件 和產人的時間來調整自己的作息 講到鎖魚當然少不了月子餐 現在我們生活水平提高了 大家也會更加注重保健養生 比如說最近網上流行一種月子水 就說都不單止可以增加營養 而且可以健體瘦身 那這種月子水是否真的這麼神奇呢 我們繼續來調查一下 我們在網上搜到 見到售賣月子水的商家有很多 淘寶網則有類似產品多的是1933個 其中銷量最好的月成膠紀錄是2418支 我們可以見到 這些月子水和礦泉水的包裝是差不多 都是用塑膠裝的 但是價格比礦泉水貴不少了 另一支礦泉水是1到10元不等 第一支月子水幾十到幾百元不等 為什麼這麼貴呢 調查員從產品介紹看到 這些專攻產婦飲的月子水 宣稱都是經過高科技技術 完全去除酒精的米酒精華液 主打營銷概念是小份子水 聲稱可以活氣氧血 防止產後肥胖 但是根據物理原理 米酒本身的酒精濃度就不高 將米酒煮滾之後 酒精很容易蒸發去除 並不需要所謂的抵從高科技的蒸餾技術 為了令觀眾直觀地看到酒精揮發的過程 現在琪琪準備了一個模擬實驗 我們首先來測試一下米酒的 它現在的酒精濃度是多少 就是和這個米酒的水平面交接著這個黑度 我們現在看到是5度的 也就是說這個米酒的酒精度是5度的 就是把米酒倒入這個鍋裡 煮10分鐘 好 馬上來測量一下酒精的濃度是多少 好的 現在我們來測試一下酒精是多少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酒精測量 而所顯示的度數已經在0度之下 也就是說煮了10分鐘之後 這個米酒的酒精已經全部揮發了 通過琪琪的實驗我們可以知道 將米酒煮滾一定時間 就可以完全去除其中的酒精 而這個商家宣稱所謂 用特殊工藝去除酒精的說法 也是不公自破 但是這個月子水可以賣到這麼貴 除了含有米酒 它是不是還有什麼特殊成分 我們調查員撥打足某個月子水商家 客服電話進行資訊 我們在院的最新就是 大人參加了補血儀器的慣芳 可以幫助媽媽和水花瑜 然後出去之前再見 那媽媽喝了之後 就是媽媽繼續好了 男生自然也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夜來菜 就幫助媽媽分明在月子上 它有什麼成分嗎 它的原材料就是米酒 而且經過了生物高科技 取出了其中的酒精 月子米酒精華 老家獨家漢方草本配方 這個是否真的可以幫助產 復活血化魚 增加營養 健體索身的呢 為了調查清楚 這個月子水的真實面目 調查員琦琦 在網上買了最熱燒的一款月子水 送給專業的檢測機構 進行成分檢測 這些月子水都宣稱是完全去除 酒精的米酒精華液 米酒的主要成分就是氨基酸 但是檢測這兩支釀品水 都沒有檢測出多種氨基酸 而且檢測結果顯示 每100毫升的月子水 就是含有蛋白質0.3克 納是2.82毫克 而鈣就是0.16毫克 還不如一支普通的礦泉水的含量高 這支礦泉水的鈣含量滿酸源 每100毫升都還有0.4毫克 只是憑這些微乎其微的蛋白質 鈣、鈣、鈣含量 真是有商家所說的瘦身吹奶的功效 經過營養專家解讀我們可以知道 這些昂貴的月子水和普通水成分上面 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它所宣稱的保健功能 是商家的虛假宣傳來的 但是這個主要成分是米酒月子水這麼熱燒 提醒了我們民間都一直有 坐月喝米酒吹奶的說法 所以很多坐月的食物都會添加米酒 那麼到底 產婦坐月期間喝米酒 是不是真的有傳說的功效呢? 那麼稍微食用一點含低量酒精的食物 那麼這個在早期的情況下 它可能有一個是這種排泄物通常的一個作用存在 那麼這種食用呢實際上也是很短期的 一次兩次就足夠的了 沒有人建議在作業之中長期使用含酒精的食物 因為酒精還是有個危險存在 它可以通過我們的乳汁 而直接進入嬰兒的體內 看來這個坐月喝米酒 非但沒有任何吹奶功效 米酒中的酒精如果未完全去除 還會影響寶寶寶寶餵養的 那麼這個產婦坐月到底應該吃些什麼 往往都成為了家庭戰爭的焦點 你看看豆子和他奶 又因為這個叫了起來 媽你回來了 快來看一下 剛剛我媽打電話跟我說了 她專門請教了我們家那邊的月子專家 然後拍了這麼一個彩蛋 去看看 你媽媽這個單子是輸的 你看我兒子嘛 這個單子 有小黃昂這個魚啊肉啊都有 這些奶的嘛 對你身體也好嘛 坐月飲食大不同 你這個豆豆媽媽和牛豆大奶 兩個人的月子餐到底哪個合理些呢 我們都是再來請教一下專家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 紅紅的葉子餐裡面 如果是早期來說 用一點湯類的東西 或者是說用點豬肝的東西 菜或者是肉類的東西搭配 實際上來說是可以使用的 問題不是很大 相反我們看到媽媽的椰子餐 如果作為一天的食物來說的話 可能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是反覆使用呢 媽媽這個餐就有所缺陷 為什麼它的食物重複太多 那麼早餐有雞蛋 下午有雞蛋羹 那麼中午是牛肉 晚上也是牛肉 那麼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就覺得 對於食物的重複使用 實際上對於一個作業者 或者是甚至來說 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 我們都不是很建議的 營養專家提醒觀眾 第一 產後餐可以根據身體狀態 多數媽媽並不缺乏營養 最好喝一些清淡的蔬菜湯 將各類的蔬菜 主要是根莖花果 不加任何的調味煮湯 味道即香可以當茶喝 在產後當日或者否復產次日 即飲有極佳發奶作用 而坐月期間的飲食 一定要注意營養光衡 多些吃新鮮蔬菜 適宜當地吃主食和水果 適當地吃主食和水果 這樣才可以構成身體基本營養 值得大家特別注意的就是 產故產後一個禮拜 不要喝雞湯 或者其他個物性的蛋白質 一個禮拜之後再吃 注意不要吃太多 一個禮拜一次夠 第三 一般第一個禮拜 可以食用 紅糖小米雞蛋豬肝薑 第二個禮拜 可以食用牛奶豬蹄 花生汁與烏雞 第三個禮拜 可以食用牛奶雞蛋堅果大豆 第四個禮拜可以食用 黃豆芽 蓮藕 木耳香菇等的食用品 坐月期間 豆豆享受著奶奶既甜蜜 又痛苦的照顧 這個體重比印象更增加了不少 眼看著這個差不多出血了 豆豆心急想恢復身材 貪美是人之常情 各位新進媽媽想要減肥 恢復漂亮漂亮身材的想法 很正常 但是這些束缽帶產品 是否適合各位媽媽使用呢 坐月又和減肥有沒有衝突呢 我們都來諮詢一下專家 如果是產後 循環出於一種止痛作用 可以適當再承托一下 但是它是以不加壓的身體為主要的 只不過就是護著一下傷口 要纖體這樣來說 這個就不能夠太早 一定要在什麼呢 出了月子 專家提醒產婦 坐月期間不適限使用束缽帶 必要的時候 生產四個月之後可以使用 但一定要注意使用方法 而且單純依靠修缽帶 並可以保證身體的完美恢復 而對於一些貪美的媽媽 我們都可以通過一些適當的運動 加按摩來幫助產婦 慢慢恢復身材 產後運動時間 因分娩方式不同的 自然分娩 沒有產後大出現的情況的媽媽 在生產後兩到三日可以落床走動 三到五日之後就可以做一些收縮骨盆的運動 而在產後兩個星期就可以做柔軟體速或者伸展運動 否公產的媽媽是傷口癒合情況而定 一般來說 產後一個月可以做伸展運動 產後六到八週才適合做鍛鍊腹肌的運動 對於女人來說 三嬰兒雖然好懼好辛苦 但是作為一個女人最漂亮的時候 莫過於是三嬰兒成為媽媽的那一刻 關愛婦女科學坐月 希望本期節目對大家有所幫助 以上就是今期生活調查團的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想在衣食住行各方面 消費得更加安心放心 記得要黏住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今期節目就是這樣 我們下期再見 我是琪琪 拜拜